虽然说高以翔已经去世很多天了,但是大家还是在持续关注着这件事情。这次浙江卫视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愤怒。事情发生至今他们一直都在逃避话题。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。这不应该是一个卫视台该有的做法。 高以翔去世之后,他的一作《怪你过分美丽》也进入到了大众的视线下。这部剧是他和秦岚合作的。讲述了娱乐行业铁血经纪人,莫向晚面临职场出老正。在迷失中和觉醒中。重新寻回初心。成就自己的故事。现在各大电视台都在争抢这部剧。希望能够在自己的电视上播出。 浙江卫视也不例外。有网友爆料说浙江卫视要买这部剧。理由是想要道歉。但是对此网友并不买账。他们并不希望高以翔的一作是在浙江卫视上播出。 而就在近日。《怪你过分美丽》的总制片人,王一许在微博上回应了网友的问题。有网友说。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把版权卖给浙江卫视。 他只回应了三个字,不会的。看到这里不少粉丝也感到欣慰。这样看来高以翔的这部作品应该不会在浙江卫视上播出了。至于在哪个台上播出?相信大家都不会太在意。只要能够看到这部作品就可以了。 字幕志愚蓝